好 大家好久不見 又是一段時間了 因為最近就事情很多啦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做的背包 一看就覺得有點複雜 老實說這個包包啊 這個樣式我已經做出來很久了 大概兩個月有吧 可是呢 因為它的做法有點複雜 所以我一直懶得拍影片 那說懶得拍影片也是總有一天想說還是要把它拍起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包包實在是蠻好看的 它的容量很大 而且 現在不是快暑假了嗎 大家要出去玩的話 其實帶著背包很方便 就是它的內容很大 然後分隔又多 然後前面可以放手機什麼的 後面還有一個這個 可以放一些比如說 比較 錢還是比較重要的東西 比如護照什麼的 你就可以放後面 那就是可悲可提 那我就不介紹那個部位了 反正因為它一片一片很多 那這個就是要從基本的開始做 所以有一點繁瑣 那一直拿什麼 哈哈 就是說 這個影片可能會很長 所以你們可以邊吃邊當邊看 好不好 來 我們來做了 我不介紹這些材片了 因為太多了 那有一些部分是我以前曾經教過 比如說這個口袋 我以前就教過了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那個我以前的影片 曾經教過了 請翻譯給外國人聽 那所以我就已經先把它車好 因為它有點花時間 還有一些其他東西 我今天要教的是 怎麼樣把這個包包組合起來 那因為這個版型也是有點複雜 所以 不好意思 不在 因為我有販賣這個版型材料包 所以我就不在影片中分享 可是我可能會標一個大約尺寸給你們 那你們可以自己去制圖 好 來 如果有買紙型 或是有買那個 紙型好像還沒開始賣吧 有買材料包的人呢 你們就邊看邊做 免得看圖解看不懂 首先呢 我們會有兩片前面這個袋子的部分 那前面袋子的部分長得像這樣子 一個尖尖的東西 那我們就開始來車 把這個立體口袋車完之後 我們就來車 那立體口袋 就是兩邊打腳之後把它壓起來 還是稍微講一下 應該聽得懂吧 然後呢 我們就來把這一片先車起來 車起來就沿著這個弧度囉 這一片就是教大家怎麼樣 把這一個背包組合起來 因為它的一片一片東西多 那我們要怎麼組合起來 比較又快又好勒 就是像這樣 那我們前面這個袋子只要車這兩個弧度 車這兩個弧度就好 順著這個弧度車 那弧度要車的話 記得 手快腳慢 手讓它慢慢轉 手趕快轉過去 腳踩慢一點 然後呢 這弧度的地方 我們要記得剪牙口 記得剪牙口 其實我肚子有點餓 因為現在已經中午10分了 只是想說拍完之後還要轉檔 轉檔之後還要上傳 都需要時間 所以還是先任分一點 先拍 哎呀 我們現在小鬼來填我 Papi 前幾天幫他做一個帳篷也很可愛 有機會的話 有機會的話 再可能做個教學 可能喔 那我們把這個弧度剪完之後呢 就把它翻到正面來 那這裡比較小 所以你的手指頭沒有辦法到尖端 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先能夠翻多少翻多少 翻過來正面之後呢 拿出你的錐子 從這裡慢慢的把它挖出來 就慢慢 慢慢把它挑出來 像這樣 那 它有時候會卡住 比較不好挑 也沒關係 就是慢慢挑 那你不要把布料挑破就好了 我們就慢慢的從中間挖 把它挖出來 所以 這個東西為什麼會浪費時間呢 就是像這種東西 我也要弄個幾秒 對不對 就慢慢的把它挑出來 挑出來之後 我們就先壓線 好 不想壓線的人呢 你就用熨燙的 其實這個樣式 就是我之前是做素面的 後來我發現做花的也很好看 像剛剛那個藍色的貓咪的圖案 我很喜歡那塊布 因為那塊布 它是貓咪在環遊世界的圖片 一格一格一格的 相當可愛 那這個狗狗的也是 發豆本來就是大家都會喜歡 好 旁邊呢就快速把它撐起來 車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跟這個 你們就會看到有一個這樣子 一半的橢圓形的這個東西 好 我們就要來車在它的上面 那車在它的上面呢 你記得我們中央線呢 要把它剪出來 就是還是要把中央線對好 你之後把中央線對好呢 你的袋子整個才不會因為 很多個財片 車到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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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把中央線先對好 我們家的小狗狗 有一點無聊的樣子 呵呵 不能陪它玩 好 車完 你把中央線對完之後 你會發現外面的袋子 比裡面還要大 對不對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都做 一樣是平平的 你的東西要放呢 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們做 有一點點立體的感覺 所以它上面會多一點點 下面會剛好 所以你把下面固定住 然後把上面移進來 像這樣看 看懂沒有 先把中央線對好 這個給它按住 然後給它對好 把它移進來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車了 好 那如果你很擔心的話 請你一樣 用珠針或強力甲固定 技術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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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有辦法 就是要常常練習 好 那插到這裡的時候 一樣 你可以把那個針往下插住 之後把這裡移過來 這樣的話 你就不用憋一大堆憋針囉 好 像這樣 不行欸 我應該要教你們多別很多別 這樣 我強力甲才賣得出去 好像應該要這樣 沒辦法 做不到這種事 好 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這一片 你不要雞婆連底部一起車 我們這一片 暫時先到這 告一個段落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來車的是 拉鍊的部分 就是前面這個拉鍊的部分 那前面這個拉鍊的部分 你會看到一個 蠻奇怪的形狀 一個很像那個 迴旋錶有沒有 然後它就 跑回來 我小時候真的 玩過這種東西欸 通常都 跑不太回來 不然就是跑回來的路線 就會打到那個 鄰居小孩的頭 我跟你講 真的很奇怪 就是 就是 有這種東西 然後呢 下面是一個 弧度 這樣子 好 然後 我記得我小時候 那個鄰居小孩 有些很皮 還會放那個 沖天泡 往人家那個 曬衣服的地方 放沖天泡 會不會要到的 媽媽夾夾夾死 真的 被他笑死 超皮的 其實小時候 沒電動玩具 很多遊戲可以玩 還蠻有趣的 好 我們就現在看到一個 弧度跟一個 像迴旋錶的東西 那因為我有配色 所以我下面是這個 素面的 那如果你們不要配色 要用同一塊布 也是可以 就看你喜歡怎麼配 你就怎麼配 不一定要完完全全 按照我的那個 配色去搭 然後這時候 我就要一條拉鍊了 好 那拉鍊呢 放在哪裡呢 拉鍊就是 長在他們的中間 所以呢 我們把中央線都要剪出來 拉鍊也要把中央線找出來 那拉鍊的中央線呢 其實你就是直接對摺 也可以 你要用齒樑也可以 對摺的話 那你要用筆畫一下 也可以 用筆畫中央線 也可以像我這樣 剪一個小小的牙孔 好 這樣你就很容易的 看出中央線在哪裡 這也太小了 看不看 好 就要把中央線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 我們就要來開始車囉 一邊車在這個弧度的地方 拉鍊記得 拉鍊頭要朝下 然後呢 這個 中央線要對好 中央線對好 然後呢 把它看一下 彎過來 就開始車了 拉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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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或往下 接下來呢 裏布也要放上去 從背面 從這裡 沿著剛剛車過的那條線 車回來 其實這一咖看起來好像很難 它只是步驟多 柴片多 難度並不是真的很高 你知道嗎 就是說 你要懂得它縫的那個順序 那就是因為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懶得拍它 其實 真的是老了 有差 以前年輕的話 看到這種 這種比較有挑戰性喔 就會想要說 趕快 趕快來做 趕快來拍 欸現在老了就懶了 你知道嗎 就會說 阿不 等一下它做好了 可是即便是這樣 我也是做了好幾看 因為這個袋子真的 蠻好看的 來 接下來呢 Copy什麼事 它用可憐細細 我們家狗狗 用可憐細細的表情看著我 然後呢 把它翻到這裡來之後 壓線壓0.1 它八成想說 我怎麼一個人在那邊 自言自語 可憐 可憐 我一個人拍片 要不然 應該拍一下它那個表情 給大家看 還蠻可愛的 把這弧度呢 慢慢的把它車好 欸跑回去帳篷睡了耶 超可愛 把多餘的縫份剪掉 好 之後呢另外一頭 我們就要跟這一邊對囉 它基本上呢 拉鍊如果拉起來的時候 這條拉鍊會比較硬一點點 所以我們可以拉開這樣 對一下它的弧度 然後ok的話 你尺寸沒有剪錯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車 車到有拉鍊頭的地方 記得剛剛說什麼 就要往上或往下移動 那你在車這種的時候呢 拉鍊不要用力拉 用力拉的話它就不會平整 知道嗎 就是要順順的 像這樣還甚至 你要想說你這條線 要跟下面這條線 合在一起 所以這裡會有一點點 波浪是應該的 是很正常的 因為它會往內縮嘛 可是你也不要擠出 皺褶來喔 就是要順順車就好 那如果你是買我的那個 材料包裡面有板型 它是尺寸都是算剛好的 你們就是盡力車吧 就是努力的把它車好 像這樣子 會有微微的波浪 但不會有皺褶 然後呢 接下來把這個禮布 也車上來 車到這裡的時候 一樣遇到拉鍊頭 把拉鍊頭往上往下 好 好 那這邊呢 因為它是內弧度 所以我們就要怎樣 剪牙口 記得 內弧 有像往內的這個 縫份是比較小一點的 你就要把牙口剪 就要剪牙口 好 你才翻得過來 縫份才不會背住 你知道嗎 然後呢 繼續 Puffy 不是繼續Puffy喔 Puffy是我們家的狗 牠在看我 我不得不回應牠一下 然後呢 再壓 壓線 那你在車這個弧度的時候呢 你不要把布料用成直線去車 你要跟著像這樣弧度 出去跑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把這裡呢 也是把它彎成一個弧度 車到那邊 我們就把布轉到那邊 有沒有看到 像這樣 這樣子的有沒有 就是說 我們把它弄成一個弧度 這樣你的縫份才會張開啊 如果你現在都把它弄成直的 你的縫份裡面是不會張開的 等一下你就會 還是一樣背在那邊 往背 你在那邊剪牙口 懂嗎 所以你還是要這樣把它縫份張開 然後車的時候就這樣 順著這樣彎過去 怎麼了 趴在我腳上 我在車東西就會有一隻狗 在我左手邊趴在我腳上 好好笑 然後在上面呢 我們就這樣把它縫好 接下來這個小段的地方 要放蠻多東西的 預告 節目預告 節目預告 像這樣把它車起來 哇 線被我扯斷 穿個線先 所以其實你們在車這個袋子的時候 你們真的可以換成粗一點點的 會比較 不用怕說很多層不好車 車起來像這樣子 它有點這樣彎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袋子 本身是有點立體 立體感 所以它車起來會彎彎的 這個完之後 我們要幹嘛咧 我們要來跟這個一起車 就剛剛完成的這個東西 一起車 那這個 現在這個就感覺蠻礙眼的 因為它凸出來 我們就把它先塞進來裡面 然後我們就開始要來對齊 來車它囉 好 首先呢 它是因為它是這樣接 所以你中央線剪好之後 要跟這個中央線 合併 對好 欸不對啦 不對 我想說怎麼這麼短 我們要側邊啦 差點忘記了 被我們家的狗狗影響了 它太有魅力 害我就分心了 來 我們側邊先把它接起來 它的整個側邊 這個加上側邊的這個長度呢 就會剛好是這一圈的長度 所以我們先來車側邊 把它放好 然後車上去 然後呢 另外一邊就是禮布 我都會 我大致上我都會分兩次車 因為我覺得分兩次車 比你夾一大堆珠針之後 再去 車起來 還要快 雖然你會用兩次 雖然你必須要車兩次 像這樣 多一點縫分一樣把它剪平 剪平沒有什麼 因為其實等一下看不到 只是自己爽而已 自己覺得看起來舒服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壓先壓好 其實灰色的布 我很喜歡這種灰色系 因為它不會太強烈 然後又很耐看 也耐張 還不錯 好 這是一個側邊 然後它有另外一個側邊 另外這個側邊呢 它是拉鍊頭的位置 好 所以你在車的時候要 小心不要 等一下不要車到拉鍊頭 所以乾脆就先把它打開好了 哈哈哈哈 以其怕車到拉鍊頭 不如先把它打開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對好 對好之後就可以車了 對好之後就可以車了 總覺得它有點長 因為我覺得它有點長 所以我就把它剪掉 好 對好之後就車囉 另外一邊 再把它縫起來 其實兩邊都一樣 一樣翻到正面壓線 壓線壓0.1 把它壓起來 把它壓起來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跟這個 剛剛我說的 要來跟它一起車了 好 多了這個長度之後 你才有辦法把這個 半橢圓形的一半 把它 接起來 才夠長 好我先整理一下這個 線的那個垃圾 然後呢我們現在要來車 欸我不知道有沒有又拍到頭 上次有一個影片一直拍到我頭髮 丟臉丟到極點 來我們從側邊呢 開始繞一圈 也沒有一圈 就是繞這個外面的這個外弧度 側到這裡的時候呢 它有弧度你會覺得不太好拉 沒有關係 你就先剪牙口 那牙口不要剪超過你的縫份 不要超過你的完成線 我們就這樣把它牙口剪一剪 然後就慢慢的可以這樣轉過來 一樣喔有弧度的地方 我們就先剪牙口 好 吃完之後呢你就會得到一個像這樣子 剛剛你看到的那個背包有沒有 它前面的那個樣子 有沒有看到 那當然是還沒結束啦 只是先給你看一下說 它之後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呢這裡的裡布 我們再跟它一起車 再怎麼車呢 因為我們裡布等一下是不是 就是要這樣 那如果你喜歡說這個袋子 這個口袋打開之後 還有那個小袋子的 你都可以先車一些 比如說你放悠遊卡啦 還是放什麼東西的小袋子 你也可以在這裡先車 然後我們要來做裡布呢 裡布的地方就是也是車這個弧度 所以就是要這樣對過來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對過來 來車它 所以再沿著剛剛的線車一次 我先跳起來 我先跳起來 來車快一點 我看得到很久了 它又切得不到 睡一層了還要再切 有沒有 那也太可憐 那車弧度的時候要小心喔 你們也是不要用力 拉就是兩邊把它對好 好 很認真車齁 就突然不太想講話 你知道嗎 其實我剛腦海裡都在想別的事 只是手齁就會很本能在這邊車 蠻厲害的 靈魂都快出腳 好 車完這一個之後呢 它就會很像一個 一個那個小精靈 有沒有 那個下面如果是尖尖的 就是有一種那個小精靈 然後呢我們就把這個牙口 有弧度的地方呢 剪一下牙口 這樣等一下翻到正面 你的弧度才會比較漂亮 好 記得 嘿 剪完之後把它翻到正面來 哎唷 好被罩 那裡面就會漂漂亮亮的啦 對不對有沒有 好 那如果你們還想要從那個 這裡壓線也可以 就隨便你 我就不壓了 接下來呢 我們先把下面縫起來 這個時候比較好車 我們把下面那個 開口先縫起來 前面就完成了 欸好像也沒想像中那麼難嘛 我在搞什麼鬼 一開始就先嚇嚇你們 然後呢 才跟你們說 欸其實沒那麼難 你看看 就意外的驚喜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呢我們來車後面喔 欸沒有欸 前面還有一個那個 一些事要做 就是前面呢 我們不是這裡有一個尖尖的東西嗎 然後它上面是要對應另外一個尖尖的東西 好 就是我們要放那個 勾勾 要放勾勾用的 好 你放勾勾 你的前面這個 這個比較不會那個拉鍊 跑出去 然後也會比較 能夠固定它 好多線 來我們來車這個 這個很像漏斗 細細長長漏斗的東西 那剛剛呢 我不是講說 如果你們覺得 覺得那個 這個尖尖的 我剛剛 欸我剛剛有講嗎 如果覺得尖尖的 不太好翻 剛剛我不是用針在那邊挑老半天嗎 其實你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這一段你先不要車 這一小段先不要車 好 你就從這邊開始車 翻到正面的時候 我們不是會壓線嗎 我們再把那邊折進去壓線就好 所以我車給你們看 這是另外一個方法 那這裡有弧度所以要剪牙口 人家是有腰伸的 來 那因為這邊是開開的 所以你會覺得 等一下比較好翻一點點 其實也不一定啦 看個人技術 有些人覺得沒什麼差 我怎麼翻 我都翻得過來 有些人就 就算很胖一條他也翻不過來 我也沒辦法 你就是要慢慢練習 好 我們一樣 把它翻到正面來 好 它因為已經這邊沒有車到 所以它比較容易翻到正面來 這時候你就要壓線對不對 壓線的時候我們就像那個車背帶一樣 這樣把它折進去壓就好 所以這裡就可以像這樣 所以兩種方式都可以 我只是告訴你們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車 如果你覺得那邊不好翻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像漏斗形狀的東西 把它壓線壓起來 之後咧 之後咧 要放在哪裡呢 就是放在我剛剛說 它等一下會放一大堆東西的這個 迴旋錶的最上方 這個東西它的上方 像這樣子 我們就要把它扯起來 那我不是說這上面會放很多東西嗎 所以當然不只是這個東西 還有我們提帶的部分 提帶我都先車起來了 免得車太久 提帶的部分也要放在這裡 因為如果你背包有這個小提帶的話 你平常可以掛在那個架子上 有一些衣架 不是那種鉤子的 放在牆壁上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去掛 也可以這樣直接提起來 那如果只有這兩樣的話 我會說很多東西嗎 當然不會啊 就是還要有背帶的部分 所以背帶也是要放在同一個位置 所以剛剛呢 我為什麼說 如果你們要車這一咖呢 針可以換粗一點點的 就是比你平常在車那個 細棉布還要粗一點的針 去車這個包包 那如果你覺得很厚不好車 你就慢慢轉 這裡很厚 如果你覺得不好車 你就用手去轉 你的那個縫紊車的那個轉盤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縫紊車你要怎麼選擇 我告訴你 因為我不是賣縫紊車的 我沒有辦法介紹的很詳細 對不對 所以你們就要去問那個 賣縫紊車的人 可是我會建議你們 功能不一定要很多 但是一定要能夠 車厚一點的布料 不要厚一點的布料 你就車不過去這樣不好 那基本上 車厚一點的布料的車 也不會太貴 只要能夠車厚布料 現在很多車都可以車厚布料 你不要買那個手釘的那個 手釘的那個 你乾脆不要買好了 浪費錢 你整個用手提 這樣就好了 好 我們把前面這裡先弄完 那這個勾勾的地方 我們就先不要管它 先不要用 好 這樣子 我們前面呢 到此 就是 做完 接下來要做厚片 那這個是底部的部分 可以先把它合起來 那底部呢 我們是表裡部 先一起車起來 好 就把它 接起來就好 喂 這個圓圈 雖然車的有點稠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們只要固定起來就好 所以就不用管它 有沒有車的剛剛好 然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剪那個中央線 那這個底部的中央線 你就不要只有剪前後 你要剪四個中央線 一二 對不對 然後三四 把它對折過來 兩個中央線對折過來 兩邊 右四 左右的中央線 這樣看懂喔 不要亂折一通喔 這樣看 把這個先車起來備用 接下來我們要車這個厚片的部分 那厚片的地方呢 這裏部長的很像那個一個教堂 那個 台南市有一個那個北門的那個 有一個那個水晶教堂 很像一個教堂 然後呢 我們就是 拿來 也很像一個小帆船 對不對 的那個底板 我們先來做這個 有裏布 有裏袋 那你要不要做裏袋都隨便你 裏袋要不要分兩邊 也是隨便你 裏袋愛怎麼做 你就怎麼做 還是要做立體口袋 還是裏袋你要做五層 那個都隨便你 你只要車得起來就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來車的是 後面的這個一字型口袋 那一字型口袋 其實我們以前也交過了 為什麼我還要在車呢 因為 等一下底部這裡有一點 小小的那個建議 有一點問題 等一下要車給你們看 要做給你們看 如果你們拿到材料包的 你會發現我底部這裡 已經有畫一個弧度 如果 你不想要跟著 你要跟著畫弧度 當然很好 如果你覺得不 你也可以參考 全部都畫成四方形的 然後再像我這樣子車 好 我們首先呢 把這個口袋的部分 先固定起來 先把它車一個長條形的 這個 就是一個那個長方形 就是我們的那個 單滾邊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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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另外 有單滾邊口袋的教學 需要那個 慢慢看的去找那篇教學 好 車一個長方形之後 就把中間剪開 剪到這裡的時候 記得要剪一個Y字 也就是說 你剪到這上面的時候呢 它不是一個這樣的長條形 你剪到這裡 要變成一個Y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頂點 不要剪到線 還是忍不住要講一下 還是說叫大家去看前一篇 看這篇就可以了 反正它的秘訣 不是秘訣 它的要力 重點就是在這裡 一定要剪一個Y 那以前單滾邊口袋呢 我通常到這個步驟 就要去用熨斗燙 好 因為我們翻到正面來之後呢 把布料 把裏布呢 裏布齁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多一個 那個小狗的布料 就是說 你要不要拼接都可以 隨便你 那我只是想要拼接說 這樣打開的時候 我會看到狗狗的布 都可以 隨便你 那你也可以拼接在那個 下面這個底部上面 就是說 你也可以拼接在這個下面這個底部 也就是說 你打開的時候 還會看到狗狗的布料 看到花布的部分 隨便你 這個沒有強制規定 好 我們通常呢 以前我到這個階段 我就必須要去用熨斗 把這個單滾邊口袋的這個厚度 把它做出來 把它燙出來 那如果你不用熨斗怎麼辦 1 用手推 就是用手 把它 折成你要的那個 用手 2 用錐子推 就是用錐子這樣把它折出來 那好 那第三是什麼呢 就是壓線 你直接把這個厚度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這個單滾邊 口袋厚度的這個地方 把它壓一條線 怎麼壓勒 就是直接折出一個厚度來 那這個厚度的厚 的這個 厚度呢 就要跟你剛剛車的這個 一樣 這裡要跟這裡一樣 有沒有看到 我再用錐子喔 這個厚度 要跟這個一樣 一樣寬度 然後呢 你就可以從這裡 先車一個 一條線 這樣你就可以不用用熨斗了 我現在就要告訴大家 不要用熨斗的方法 因為懶得去開運動 因為想說這個影片已經很長了 不想要再 花時間去弄 那如果你有運動 你就去用喔 因為你在家又不趕時間 就慢慢車 這樣把它車 直接把它壓到最下面 然後呢 把它放好 之後呢 翻過來 壓這個三角形的地方 如果你看不懂 你現在一時看不懂 沒關係 你去找那個 之前有單滾邊口袋的那個 那個影片 那邊就會交的比較詳細 因為那個影片就只有交一個單滾邊口袋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那一片 如果那片你還看不懂怎麼辦 就多看幾次 知道嗎 不然我也沒辦法 其實最好還是去燙一下 我現在發現 不燙的話 其實它也是在這邊跑來跑去 車東西就是這樣喔 有時候車起來很順 有時候車起來就是一直 一直覺得哪裡怪 這個時候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要車去玩一玩 玩一玩再回來車 我自己覺得啦 你看我這邊現在沒有拉的很順 它就不太平 壓平 沒有沒有 剛剛這一段沒有 沒有耐心喔 它沒有車的很順 你要是覺得很怪異 就是把它拆掉 我沒有車的很順 把它拆掉 重新拉一次 它會有產生皺褶 這樣就不好看 就是把它拆掉 重新壓線 好 我們再來一次 沒力氣 好 把它對好之後 要把它對好之後 所以 其實 最好的方式還是去燙一下好了 只是有時候就是 懶得再去燙的時候 你就會 想一些那個奇奇怪怪的 好 這樣子 我們接下來 車旁邊這一道 好 開口在這邊 你要 不要車錯邊喔 要先車左邊這一道 先車旁邊這一道 後面一大堆線 接下來呢 就把這個裡布的部分 把它放著 裡布放著 之後 來把 這個 有一個摸字型 把它車起來 這樣我們的口袋 就幾乎快完成 那如果你 這樣子打開呢 它就會看到這個點點 如果你不要的人 你可以在這裡 再拼一塊那個 花布 這樣你就不會直接看到點點了 車到這裡的時候 記得翻一下 把它弄到最邊邊來 然後靠著它車 好 我們當滾邊口袋就完成了 然後完成之後呢 我剛剛說重點在哪裡呢 也不是什麼重點 因為如果你這樣 其實這裡還蠻厚的 有沒有看到 這裡像這裡 又有兩層 就還蠻厚的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這個 背帶的這個下方 也是放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會覺得很厚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本來如果你是檢視方形 你可以在這裡畫一個弧度 有沒有看到 畫一個弧度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弧度 車起來 車起來之後 這裡就可以把它剪掉了 也是說你這裡的這個厚度 就沒有了 就不會那麼的厚 然後呢 再把什麼東西車起來呢 把這個邊緣車起來 在車起來之前呢 忘記先車一個地方 這個帶布的上方有沒有 也要先車起來 不然它這裡會有洞 我們這帶布的上方先車起來 好 然後呢 旁邊也是車起來 就是把它固定好 把這個口袋固定好 好 這樣子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後面的這個 比較私密一點 你可以放比較重要的東西 好 因為它會 我們這個是背包 所以它會貼在你的背上 這時候我們就會有一個 這個比較大一點的口袋 可以放東西 好對不對 放手機當然是一定可以 可是手機我們常常用 通常都放在前面的位置 然後後面就這樣 長得像這樣子 它的這個口袋的部分呢 這個地方剪掉 就不會太過於厚了 這樣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的厚片這樣就結束 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開始跟前面拼接了 那跟前面拼接其實就不會很難 因為其實最難的 比較複雜就是剛剛那個前面的部分 在那一大堆東西 好 這個我們就要把它拼在一起 兩個就把它接起來就好了 好 接起來就 就接起來 接起來就接起來 不然呢 好 就車起來 車到這裡的時候呢 它當然就是 有比較厚一點點 就是慢慢車 剛剛講過了 你只要車到比較厚一點 你也要抓狂一直車 有時候斷針 你自己會下到 還是你一個 不小心沒有拉好 自己會下到 我們比較厚的地方 我們就慢慢車 就冷靜一點 然後呢 再慢慢轉過來 它的前面跟後面 完成的這個都不一樣寬 所以你要慢慢對 好 好 車完了之後呢 再來把裡布 上上去 那裡布呢 就是剛剛我說 有裡帶的這個東西 那裡布 要上上去 要怎麼上 我們裡 每次我都要講這個概念 當然裡布 要這樣子放的時候 你就要怎麼車 就要 翻過來這樣車 有沒有看到 好 也就是說 我們要沿著這個 沿著剛剛的那條線 再車一次 上裡布 欸我發現其實 影片拍起來蠻快的 比我想像中快 不能說蠻快的 我以為至少要拍個兩小時 欸 那我當誰 從台南都可以到台中了 有沒有 欸 上次有人說 他在高鐵上 看到有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 在看 在那個車上 看我的手作影片 真不好意思 你們有沒有相認一下 說我也是星球家人的粉絲喔 蠻可愛的 蠻可愛的 好 我們這樣子 把它車起來 慢慢車就好 不急 因為越到那個 後面完成的地方 這種比較 那個 關於形狀的地方 你就越不要急 好 OK 現在每次講OK 我都很想唱五月天 喔喔 OK啦 那首歌很嗨欸 開車有時候聽那個歌 一路嗨到底 事實上他們歌 很多都很嗨 好 就像這樣子 我們把它 車完之後 翻到正面來 其實這時候長得有點像 那個魷魚有沒有 如果它有八隻腳的話 好 我們就把它翻到正面來 好 長出來啦 之後呢 後面現在不是破一個洞嗎 我們就要把它車起來 那一邊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順便把這個 東西 好 我們要把下面車起來的時候 就把這個口型環呢 放上去 好 把它車起來 固定起來 看起來 我會把自己的手 摸 明明有兩個的 一個跑去哪 一個在這 這樣一個 本來不想剪接影片的 現在為了找那個口循環 我可能要來剪接一下 阿姨 他去哪裡了 媽媽在外面你趕快出來 找到了 掉到旁邊的那個一個小袋子去 嚇一跳 常常 東西都會亂跑耶 怕死人 來再把它固定上來 好 那之後呢 我們最後只剩下什麼東西呢 就剩下這個底的部分 那這個以前呢 我們都會用那個 袋身的這個禮布去包這個底 那因為這一咖實在是 就是他的厚度 比較厚 所以其實不太適合這樣翻來翻去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要做 用什麼呢 就是袋底用那個 縫份用滾邊的 就可以了 好 袋底縫份用滾邊 把中央線先 四個中央線都把它找好 好 把中央線找好之後 左右 前後中央線找好之後 再找左右兩邊 好 前後袋身的中央線 找好之後 把它對好之後 就可以找到左右兩邊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袋底固定上去 那袋底就是直接車一圈啊 你要從那個這個底部的地方開始車 還是要從另外一邊開始車 都隨便你齁 這個沒什麼 沒什麼硬性的規定 就是你有車起來就好 那記得中央線 你就是把它對好 測這個時候不能快 就是只能慢慢對 沒有什麼屁股啊 就是慢慢對 你看連我都車的小心翼翼的 所以你們不要覺得說 那自己一定會車不好 因為這個就是只能這樣子 慢慢的車 那如果沒有對好呢 搞不好就還要拆 那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拆了從車而已 就是 有時候偶爾也會有對不上 如果我一次對上的話 我當天心情都會快樂一整天 表示蠻幸運的有沒有 可以一次就OK 比如現在 此時此刻 就覺得還蠻開心的 一次OK 把它對好 好啦 對起來了 有沒有看到 它的禮布呢 有沒有做做的 有時候要看前面有沒有做巴巴的 先翻到正面來看 哎 拉鍊 拉鍊剛忘記先把它打開 這樣子很難開 我以前都會記得 拉鍊要先開一點點 要不然像這樣子它就很難開 嘿 我還想翻翻 你給我打開啊你 好 我們先翻到正面來檢查一下那個 布料有沒有車好 底部有沒有車好 好 像這樣子就車的還蠻漂亮的 對不對 就這裡有一點皺皺的 真的 好 有一點皺皺的 就來把它拆一點點從這 這裡 所以有時候一整圈的東西 以前我不是都會說 我很不喜歡拆那種尺寸剛剛好 算一整圈 因為有時候就會像這樣子 拆一點點 然後它就會產生小皺皺 很不給它貼心啊 對不對 然後呢 這時候你就要拆一小段 把它的那個吃針呢 平均掉 把它那個多出來 把那個地方平均掉 好 車完了 車完了之後呢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要來滾邊 這個 這個邊這樣子是不是有點醜 所以我們要開始來滾邊 把多餘的縫片都 把多餘的那個蒜曬 那個線頭 都把它剪掉 台語叫做蒜曬 國語叫做線頭 而不是現實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多餘的線頭呢 都把它剪掉 然後我們就要來滾邊了 那滾邊的這個 底部的滾邊要怎麼滾呢 其實也難度很低 首先呢 你準備一個這個寬度大概五公分 的這個 的這個布料 的那個斜布條 要用斜布條喔 然後呢 把它先 然後把它剪 然後就把它遮過來 把它剪薄一點點 然後就把它遮過來 然後就開始滾邊 好 兩邊一起滾 前面剛 你要騎頭也可以 只是我喜歡把它剪薄一點點 好 然後到這個弧度的地方呢 你記得要稍微推 好 鞋布條要稍微推 讓它不要太揹 你等一下比較好車 如果很多人這個滾邊不太會滾的話 你就手縫吧 好 要不然基本上其實 也沒有難車到哪裡去 只是我講沒有難車到哪裡去 大家會說 因為你很會車 你才這樣講 其實也不是 當然也是啦 因為我常車嘛 那其實 可是如果你都一直不車的話 你怎麼會變成 常常車的人呢 所以就是說 你一定要慢慢的去學習 怎麼去車它 這樣以後就比較省工 好 到弧度的地方 記得稍微擠一下下 不要產生小皺褶就可以 繼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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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車完了 好 即將到達一圈 到達這一圈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多餘的布料剪掉 然後 也不用折 就直接把它車起來 這樣就好 車成一圈 好 你就看到這個街頭的地方 會像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再把它翻到這一面來 從這一面 把多餘的 把它那個滾邊車好 那如果你覺得不好車的人 請你就手縫 好 然後你覺得還可以的 欸 我還是可以的 我行李 那你就來 把這個縫份包進去 我們就把它車起來就好了 因為我們目的是 不要虛邊就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 反正在裡面呢 比較沒有看到壓力不要太大 就下車下車就好了 我是說我 我自己聽了 哈哈哈哈 千萬不要車這個 車上說我都車不好 然後心情不好 我們做手做 就是要讓心情好的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能車就車 來慢慢的把它車起來 我們也快完成了 就這樣一圈 所以你剛剛因為這裡有吃針 所以它這個弧度呢 就可以滾得很漂亮 對不對 好這個地方 你的弧度就可以滾得蠻漂亮的 會不會覺得灰色越看越耐看 有沒有 所以以前我們滾邊 有時候是從剛剛 從這邊開始壓 可是如果是裡布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從這一面壓 然後保證不會那個沒車到 多快樂 因為滾邊最怕的就是 你在車正面的時候 另外一頭背面沒車到 那如果你用這個方式的話 你就一定都可以車到 而且還可以車得很美 知不知道 我很像在跟小朋友講話 知不知道啊小朋友們 好 來車碗 再把多一個線 拿去丟掉 掰掰 好 我們裡布呢 車碗就像這樣子 乾乾淨淨 漂漂亮亮的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現在接著把它翻到正面來 看這樣車的飄飄漂亮亮的心情就很好 好翻到正面之後呢 我們把底用力推好 因為底是一個橢圓形 把底推好 因為滾邊的關係 它會讓你的底更挺一些 有沒有看到 就會讓它的底比較不會變形 它就會 就會比較挺一點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剩什麼 剩下就是把這個 日行環穿過去 這個應該不用再教了吧 日行環穿過去 好像這樣子 穿過來 然後呢 套過去口型環 再從日行環中間那個日 的那個中間那一橫 穿過來又給它穿過去 反正就是那個 讓它可以調整的意思就對了 好像這樣子 它就可以調整你的這個粗細 然後這裡壓線 好 那 前面的地方呢 為什麼我剛剛不車 是因為我們這個袋子 它是立體的 所以呢 你 你要放多少東西 這個高度可以隨 這個厚度可以隨你那個 隨你調整 好對不對 所以 我們就是可以看 等車完的時候 看看整體的這個厚度 你再來決定 你這裡 要多長 好 那 下面就是用低型環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啊 恰恰 還是車一車好了 那 飯總覺得一件事 做的 有頭沒尾 的 不會鬆快 人嗎 你知道人生圖什麼 就是圖一個爽快 對不對 有錢啊 不爽快 有錢也沒用 也不能說沒用 就感覺也不是 不是最好 好 人生就是圖一個爽快 你愛怎麼做 然後我們可以過得很 很能夠順自己的心意 好 這樣是最好的 但常常沒有辦法 可是總是像這種小事上 我們還可以自己得到自己心中的一個快樂 我以為斷線 好 把它固定一下 然後另外一邊呢 我們就是要放那個 勾勾 如果你是買材料包的話 這些材料都有 都在裡面 還附一個磁扣 讓你縫這個 我就懶得縫了 我做樣本 我做給你們看 我就不縫了 縫那個還有 影片可能要加長個十分鐘 因為我很不擅長 防風磁扣 然後這個也是 把它 折進去 那如果你的這個勾勾呢 這個長度越長 表示你前袋可放的東西越多 比較不會掉出來 那如果越短 它的那個中間的那個容量 就會變小一點點 我現在這裡車很慢 是因為它這裡很多層 所以可以用手轉 好 轉一轉固定一下之後 再車 這樣比較 比較好 很厚的時候我也不太喜歡回針 我就會來回車 就整塊不轉過來車 好 像這樣子 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把它扣起來 那扣起來呢 這個就是關於這個中間的這個厚度 你越長 它就會往前 那你背起來的時候 它會往上拉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去衡量這個 這個 這個厚度的部分 自己去衡量這個長度 那這個後面的提袋呢 你們就是把它扣起來 我會扣起來好了 因為只剩這裡而已 那如果你的肩帶呢 想要那個軟一點點 你就不要貼襯 好像我就沒有貼襯 因為它是酒袋布 厚度我覺得還蠻夠的 那如果你喜歡挺一點點的感覺 你就是還是貼襯 好 就隨便你 好 這個就不勉強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那個感覺不一樣 對不對 就像這樣 把它扣起來 好 這樣它就可以調整喔 調整長度 調整你背的這個長度 這邊的話 我不想扯了 我穿一下就好 等一下再來扯 如果你們這個日行環這個不會穿喔 你就去找你家的背包 或是可以 可以調整的那種東西 任何包包 如果有可以調整都長這樣 還是像書包 都像這樣 好 我們像這樣子呢 我們的袋子呢 就完成了 前面可以放手機 如果你的手機特別無敵大 那你就把口袋加大 那一般的話 加大型的手機應該都還放的進去 那也不一定放手機 你也可以放衛生紙啊什麼的 然後這裡多一個口袋 這裡中間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呢 拉鍊開口很大 裡面還有一個這個 一個那個梨帶 然後後面呢 我剛剛說的 可以放比較隱密一點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呢 像這樣的包包你背出去旅行的話 其實是很方便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出國 其實包包還是背在你的前胸 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那暑假到了呢 我就是趕快拍這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 你們可以做像這樣的包包 其實容量還蠻大的 好 然後呢 欸 喜歡的人 就趕快自己做一個吧 掰掰 這也要看 阿霞 我們可以照顧過 我們看 好像不經營 一會兒 沒總之 我們想睡覺 我們要睡覺 的 那些 Figh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